有時候牠想咬又不跟牠就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一直抖一直抖 抖屁啊 可是你不放牠出來 牠會一直發出怪聲 會一直影響我的錄影 來 包包包包 養狗呢 你說要燒錢 或是花很多錢也可以 你說要很捨得養也可以 那我覺得那個關鍵就是說 你是把牠當一隻狗 寵物還是把牠當自己的家人來養 我們當然是把牠當家人來養 因為牠畢竟就是個生命嘛 那這有 你選擇了牠 把牠帶回家來 那這桌上玩具 都很貴 可是因為像牠們會咬這個 會吞進去 然後牠又會排泄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很耐咬 都是一個 很安全的玩具 那剛好給牠磨牙 然後經過這一兩個月 一到九集 牠到底學了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成果 你看牠現在很吵 公狗 公狗跟母狗個性會有點不一樣 母狗就是比較安靜 但公狗就是比較有攻擊性 所以你在訓練牠的時候也要很堅持 那這個是 狗狗的窩 這個 原版的要一千多塊 可是像苗栗那麼冷 睡起來就是蠻好的 那這個狗狗呢 到底訓練得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 窩窩 來窩窩 坐下 這裡 這裡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先看成果 再來驗說我們今天買了什麼東西 牠會 就像人一樣 又會做 比如說 我們第一次離家 第一次上學 第一次住在外面 第一次上班之類的 就是像這樣 那牠會有一些 可能我們不知道的火花 好我們先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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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下 牠也沒有多聰明 沒有啦 後面還沒有 要叫牠比如說 趴下啦 翻身啦 因為我們另外那隻狗都會 那牠現在還懂得抱抱 會撒嬌 都還不錯 那我也不想 剝奪牠一些可愛的本性 把牠去那種像 就是 很服從命令那種狗 我覺得也還好 我們也要做到這個樣子 那就是讓牠有點可愛 有一點叛逆 然後有一點白目 有一點天化 所以起碼把牠帶出去玩的時候 牠不會重破 因為很多人帶狗 你就看 我在第一集就有講過 有些 帶狗上路 然後都一直被拖著走 那會有什麼後遺症 譬如說 有些奶奶啊 幫小孩子 養著狗帶 可是小孩子不會訓練 然後呢 一拖就摔倒 或是 好我們正常這樣帶著狗 可是牠去追 經過的人 無論是腳拉車或是機車 也害人家摔倒 那就是因為 你都沒有把狗叫好 結果 那狗都是可以叫的 好我們來看 我們 在第十集 會出現什麼事情 第二 我們會幫牠洗澡 牠出生到現在都還沒有真的洗過澡 因為 天氣不穩定 那狗 洗著澡 狗身邊就死了 然後你也不很清楚說 牠在那裡牠媽媽 牠媽媽那一代沒有打很好的疫苗 那狗狗就比較容易會有狀況 是 未知的狀況 你不知道牠有什麼病 因為牠疫苗可能打得不完整 我們會幫牠做洗澡 那因為洗澡我們有 一般都用吹風機吹嘛 那古時候 或者古時候就是可能在現在看得到 把狗洗完了 然後在太陽底下 放在椅子上 或者臉籠子放在外面晒太陽 那我們 因為那個吹風機 據說對狗的 其實傷害是 傷害就是很吵 對你們來講牠們是很辛苦的 所以說 我買一台那個 紅毛機 八千多塊 然後給牠 因為我們比較多狗讓牠使用 那也做了一些測試 那還有 像狗狗第一次剪指甲 因為牠們在試內華的時候 指甲會長到 凹進來 那如果牠在牠房子 或是在這個玩具裡面 牠會這樣勾住 或是說牠跑的時候牠會不舒服 所以你要幫牠剪指甲 可是剪指甲怎麼剪 牠會不會怪怪的 又是一個訓練的問題 還有再來就是 幫牠套這個項圈 譬如說 各位現在看 你看牠現在因為沒有要 嘿 抓住 你看牠這個項圈 牠這個項圈 各位看起來好像牠套得很好 沒有 牠還是會咬 牠咬到自己嘴巴都流血 比如說第一次套了項圈 然後把牠帶到上面去玩 牠是不是會怪 然後 有時候可能有其他狗 叫聲 牠會不會受影響 牠不會怕 之類的 這個其實都要時間 然後慢慢教牠 安定之類的 也不是說 不行 你看牠剛剛咬我 不行喔 為什麼這些都要訓練咬球 因為有時候怕其他小朋友回家來玩牠 然後一摸被牠咬到 好 我們來看我們這次買的 一樣 這個飼料呢 再次買了 因為快吃完了 一樣我們買的一樣是在二到四個月的內 室內犬 那牠目前你看啊 猴崩亂跳 可是因為我怕牠有點單一 就是只有吃這個 這個品牌的飼料會不夠完整 那牠現在又在脫毛期 來 我們看一下猴子 呵呵呵 猴子 然後牠脫的不只 脫的不是很OK 然後我們想這時候 幫牠買一些補充毛的 還有骨骼的 所以我們又買了這個 梳毛的 大家看一下 登登 喔梳毛的 那牠有梳毛有按摩的 因為你把它梳毛之後 牠比較不會在你整個房間 然後你的衣服抱牠的時候 把你的身體沾長的到處都使 好 這是梳毛的 就跟人啊 你如果不要禿頭 你要每天起碼梳個五六次 牠會出現你的 那個頭髮的一個 活化 再來就是 每次都要用的 尿布的墊子 好這個 那現在買一送一下 好 兩個 再來呢 呃 我們幫牠買了這個 這個好貴 一千多塊錢 然後裡面有四十包 然後大概三四天呢 幫牠加下去 去飼料裡面 那牠對於那個 牠說維持毛髮的柔軟跟亮麗 還有皮毛的良好狀態 還有牠皮膚的健康 其實狗一有皮膚病 其實就很麻煩 然後牠這個等於四十包嘛 那你三天吃一次 三天乘以四十 一百二十包 等於三個月的量 所以這個就是 要添加的 叫做樂劍杯 有沒有笑也不知道 好 賣的人是說 嗯 有人給那個柴犬 長期的吃 聽一下 然後摸起來那個毛就是 就很蓬鬆 因為柴犬 對 不知道有沒有概念 就是牠是比較刺的 比較硬的 跟妳講說 那對牠有常識的 那這個就是我講的 要放那個 牠的碗的架子 你把它鎖起來 這樣鎖好 然後 把它放著 牠就不會晃動 你手就不用去摸 好 這個是那個架子 讓牠玩 那我們還買的 這個是 另外一個廠牌的刺 我們想說 幫牠做 這個資料放的時候 也幫牠放在裡面 然後讓牠慢慢來 然後看牠吃不吃 這個本來 因為還沒有被弄 給牠吃過 所以都會看 說來自加拿大的 這個 139 好啦 薄薄 打牛 拳頭 再來呢 還有一個東西很燒錢 這個 就是給牠套住胸部 現在我們是幫牠 要泡脖子嗎 可是其實 你在拉扯的時候 那個 氣管會這樣子扯 牠其實並不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東西 讓牠套住 那你在 對阿 牽牠的時候 牠是靠住這裡 牠的支撐會分散 會比較安全 那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喔 這個要多少錢 800多塊 好貴 然後再加上這種 像這種鍊子 這個 這個 皮帶 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 這個好像也要幾百塊吧 就是這樣子 好 這些東西呢 還不是最少錢的 我們還幫牠買了一個新的房子 讓各位看我們的影片 牠定價目前是 六千塊 然後牠有一個主臥室 跟一個小的浴室 就是 上廁所的地方 那那個東西 將來的運用 就是 你會找一個比較大的地方 並不是說 狗狗不是說 你把東西放好 架起來 然後把它放進去 牠就會都會在那邊生活 沒有 你如果沒有把它銜接的好 牠對牠原來的房子 是認識的 可是對新的房子 可能會毛起來 破壞跟癢 所以還是要有一點技巧 那自己會怎麼樣弄 我還在想 怎麼樣去讓牠慢慢適應 然後 牠可以 睡覺的時候是一個地方 然後上廁所是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樣子牠活動空間會比較大 因為畢竟牠 你看牠活動量這麼大 你常常一直 每次上班都把牠關起來 可是牠還不健康 所以 噔噔 各位今天不知道是什麼 寵物保險蛋 我們也幫牠買了 那也會跟各位分享這個內容 值不值得 沒有牠 也不是說有趣的地方 因為從保險的方向可以知道 兩隻狗會有遇到哪些東西 那我希望 整個訓練如果都很OK的時候 牠很安全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你要帶牠出去玩 去購牠或公司 去餐廳吃飯 去裝飯店 或是去柔廠 牠都可以 可以在裡面可以在一起玩 那這隻就是 我們想要的目的 好了 波波來 你在把它掃 可能 好像都是你的 都沒錢吃飯了 都買你的東西就好了 我們要喝西北公了 都只要你吃就好了 我們都不用吃了 這個很簡單喔 這個就是把它鬆開 然後我們的波波很討厭 你只要在牠的籠子裡面要做什麼 它都會監視你 好像是怕你把籠子弄壞一樣 當然 這個應該 大家一看就知道做什麼 可是我還是示範一下 就是 撥好一點 它這個有一個距離 它這個草上 你量它的高度 就是 這個高度其實很重 很多人可能沒有發現 你常常把狗碗放在地下 它這樣吃 它的體態 其實並不好 所以你還是把它 弄得 那它可以吃飯的時候 高度是剛好它站著 也不要頭滴滴的這樣吃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當然你就可以再挑 可以專心一點嗎 關妳什麼事 妳是惠琳啊 走開 大概把它這樣鎖起來 這樣對嗎 波波覺得怪怪的 你把人家的鏡頭都擋住了啦 人家要看什麼 這裡還有誰啦 這邊又低一點吧 所以正常來講 其實我都會把它趕出去 然後把這個關起來 這樣它就不會吵 然後 因為我沒有量看一下 這個行不行 好像有點膠了 波波剛剛夠比 這個比較小 這個比較乾 哇 大家看得到 波波這裡 你看 手走開 波波看看 好像有點膠 然後 放下了 因為它這個可以調整啊 所以 像剛才來講 它如果吃到底的時候 好像會有點太膠 就有狗狗跟小孩一樣 就有狗狗跟小孩一樣 大概是幾歲自上的小孩 它就一直炒下去 好像很不容易 它也會 你也會的喔 當然 就是它好像 它也跟著很猛 這樣 它也會這樣 行不行啊 所以才好 那如果說你如果不OK 就把它這樣鬆開 它也會一直炒下去 這樣子 大概就左右一下 好 大概就這樣 OK 好了 上渴 有什麼問題 來 波波來 好 幹嘛 它就是會這樣子 欸 好像很乖對不對 沒有 它在 不知道在幹嘛 它在可能以為 我等一下會出去 所以它在一直 現在狗都會看 你如果在穿衣服什麼 它就要跟著 怕不怕你 給它放聲 給它放聲 放聲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如果你 怕它被什麼 跳肘上升的話 其實現在有一些 它帶的那個 項圈 都有一些 防範措施 或是可以吃 一些藥 然後蟲肉 近身的話 蟲好像就會 死掉之類的 跳肘 好 那我們的 第十集 就這樣結束嗎 波波要這樣結束嗎 它 波波 你看 臉真的跟之前第一集不一樣 好了 它咬還是一樣 波波 它不喜歡看鏡頭 哎唷 它 還在錯臉 波波 波波 嗨 跟大家掰掰 喔 它不好抓了 拜拜 拜拜 再見 跟大家再見 那毛毛變得好醜 他在看那個新的東西 想說這東西到底要搞什麼 很好奇吧 只要你在他的籠子裡面放了玩具也好 棉被也好 任何東西都好 他都要親自檢查一下 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直到他搞清楚為止 疑心變成重的過貨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